在世人的生命最为重要的生命至上的精神下 沁北大学医院拥有最优秀的人才 最先进的设施 以生命为中心 以患者为中心 致力于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 代表医疗一号地和医疗城市大邱 引以为豪的医疗品牌 沁北大学医院是1907年在大韩帝国皇室的赞助下 以培养医疗人才为目标而建立的综合医院 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地区医疗产业的摇篮 1998年作为地方医院 最早成功完成了小儿体部分肝移植手术 之后2015年 成功完成了血型不合体部分肝移植手术 多年来一直坚持生命至上的精神 始终为患者着想的沁北大学医院 如今最小化减少痛症和副作用 最大化达到治疗和恢复的效果 引领微细轻食癌领域的发展 在地方首个机器人手术突破2000例 以世界最高的技术和熟练度 而自豪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无需切开头盖骨 最大化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而自豪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最大化达芬奇机人手术 经验的纯烈和恶劣手术 沁北大学的再修复整形手术 还为治疗患者的心灵创伤而前行 为大韩民国1000万脱发患者 解决困扰的地方 也是沁北大学医院 是保健福利部指定的 引领世界的优秀医疗技术的摇篮 1992年 世界最早开发出毛囊移植树 至今为止 共成功进行手术5000例 其主人公就是金正哲教授 利用获得世界各国专利的 KNU直毛器 取得了毛发生存率 上升到92%的惊人成果 沁北大学医院的健康增进中心 拥有医疗技术和IT技术 相结合的最先端系统 利用最新式佩戴仪器 随时随地实时检查患者的健康状况 并将综合系统传达至医疗机构 提供针对个人的健康管理服务 在把患者和生命放在首位的 生命至上的精神下 沁北大学医院致力为患者打造 舒适便利的医疗服务环境 如今的沁北大学医院 为在地球村和世界人民面前实现 生命至上的精神而以身作则 为医疗贫困国家的外国患者 开启新的希望 并向医疗团队传播先进的医疗技术 通过与十多家海外医院合作 引领先进的医疗技术走在前列 把患者的喜悦放在首位的医院 用温暖的医术创造温暖的世界 用最高的医术 带领先进的医疗技术走在前列 提高医疗价值的医院 这就是沁北大学医院